来吧 那要不咱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因为今天我们台上嘉宾一般是三个人 有时候还有两个人的 但是第一次在北京做活动是四个人 杨超老师要不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下午好也上招 没了 杨超老师是也算是应该是老朋友 但是我们最近才熟起来 也特别感谢杨超老师 他前程他就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算是公共的 应该是共创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 那我就稍微多说几句 你说对 我就让你介绍这个的 一部电影 对亚迪这个活动 我一直都知道 也是第一次参加 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在 正在院线里放的电影 然后跟来自 就是整个不带专业性的 每个行业的爱电影的人在一块 实时性的看电影去交流 我觉得这种活动呢 和我平时在行业内的各种手印式啊 还有拉片活动或者是 一部电影的活动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 我也特别想来参加一下 学习一下 因为实际上各位都是第一线的观众 而每一个导演 每一个工作者也是观众 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去聊电影可能有非常非常不同的感受 我也期待大家的交流 那么关于一部电影能多说一两句 是一个什么样 好几年的 我本人是一个导演 编剧也是一个教师 我和好雷王宏伟一起创办了一个电影机构 叫一部电影 它其实是一个针对爱电影的所有的人 进行电影美誉的这么一个机构 我们也培养年轻导演 它是一个分梯层 分不同层次 进行电影专业教育的这么一个民营教育机构 对 雅迪上次也帮我们做了主持人 所以这次雅迪召唤 回来的来 那个我现场的活动在邮伦斯 然后人来的特别多 超出了咱们的所有的预想 公开日有一个open day 然后他们是分成冬季训练营和夏季 今年的24年的夏季应该在七八月份 在七月份 在七月份举行 那好来 菊白玉你来吧 请 请坐 那要不我们先请金花院长 要不也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你是第一次来我的活动 不是 你来过好多次了 害我是什么脑子 他们俩是第一次 我记混了 来金花院长 咱们都合作好多回了 对 好多回了 我是那个黑水公园的金花 然后我是一个播客节目的主播 我们的那个播客主要聊一些 科幻相关的影视作品 没什么 对 而且呢 我就在昨天还刚刚把你 昨天刚上线的关于这部片 我还认真听了 谢谢我们增加了一个播放量 绝对的 但是我是两倍速听完的 但是信息量特别满 所以一会儿 关于这个电影 我觉得金花应该在这四个里面 我猜 杨超我不了解 没准你们俩有一拼 很了解 但是他是先看了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看 对吧 那最后 菊白玉 你要不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一个在艺术界工作的一个艺术评论人和策展人 和他们一样我也有自己的一个播客的节目在看理想 你这算播客呀 我以为你那算付费内容呢 付费的播客 然后 名字叫去妹 对叫去妹 叫80年代以来的全球当代艺术 然后在这个介绍当代艺术的其中有一个单元是能讲影像的 对 对所以我在做评论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工作是讲电影的 对 觉得应该也是好多年十几年快二十年的老朋友了 我看了他很多大量的文章 那时候有打架专栏等等 我忘了 反正还有他最近刚才说的这个看理想 因为我是重度用户 所以我很早就刚上线我就听了 非常精彩 所以大家如果对艺术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看理想APP上去关注一下 应该目前是独家在那上面 但是我请他来还有一个其他的媛媛 我们俩因为在三年前还吵了一架 因为这个电影 傻秋一 然后呢他就超级喜欢 我没有那么不喜欢 但是他就抓着我一点点是吧 抓住不放 说今天一听我 一点不喜欢都不行 对就听了那一句 我哪怕有一点意义都不行 但是他今天到底看完了二 什么感觉 我也很好奇 请 咱请他们两位第一次看这个片的 先说 咱先做个简单调研 咱们是今天有二刷来的吗 有吗 极少 那最近谁刚复习完第一部来的 好 那剩下的我大概就说你们看过第一部 但是 很久 直接来看了第二部 因为今天这个场应该白老汇都是影迷比较多 那我们就知道大哥今天怎么聊了 好 两位你们俩看完先给大家聊聊你们的第一感觉吧 白玉 不想先说 来吧 一般我们写评论的时候 非常必会用形容词 你不能形容说它是多好啊 多喜欢什么的 但是对于沙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同样的感觉 就你比如有一本书你特别喜欢 其实你是舍不得看的 你是想看完以后 等你要再看第二遍 你要 想很久 你要不要看这个第二遍 就是你想把它留着像有一个鱼味一样 就有一块糖 你想慢慢吃 所以我 其实今天来之前 我还挺想看一下《沙丘一》的 但是我还是舍不得 过两天再看 今天看完《沙丘二》以后 我真的觉得我想跳脱出 就是影评人的这个角色 我作为观众 我觉得它是目前来讲 我内心中趋近于完美的电影 来跟《沙丘一》要讨论的 其实我们三年前炒的那一架 还是其实我是要 想以当代艺术的眼光来看这个电影 但是他当时也批评我 他说电影就是电影 电影是一个就是 一个更大的文化 或者一个流行文化 或者等等 但是我非常偏执的 从观赏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个电影 所以我今天想跟电影 人们也讨论一下我们的观看的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谁偏执不偏执 我们其实都对 但是今天可能在座每一个发言的 可能也都对 但是你看谁能给出不一样的角度 你听他这个意思当美 要不然咱从电影角度先聊聊 我也就慢谈一下 当然我是 我算是一个重度的科幻迷 我是读了很多科幻小说 我在所有这批雨果奖的小说里边 恰恰只有沙丘是没有读过的 实际上我读过海拔利安 我读过基地 我读过几乎大部分这些最有名的科幻 沙丘当年为什么不吸引我呢 可能就是因为 它就是它硬的那部分太软了 它更倾向像是一个宫廷故事 宗教故事 一个成长故事 当年的我在科幻里面 老在追寻那种硬的东西 就是那种超现实的 在世界设定上 在主题上特别硬的东西 克拉克必须的 克拉克那种 对 对 比喻布利安那种 所以这就是当年我为什么没看 但是《沙丘一》我还是蛮喜欢 因为这么说吧 就这个导演是我 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应该说在好莱坞没有之一 因为实际上他这个导演是 是好莱坞目前的王者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超级影迷 应该是有 就是或者是电影工作者 在行业内 我们其实把维伦尼瓦导演 当做是目前好莱坞的发动机 导演的导演 主发动机吧 对 是一个主发动机 也就是说拍出过 《边境杀手》那样的电影的导演 拍成这样一点都不稀奇 对 甚至对我来说 可能还没有《边境杀手》那么好看 因为他拍了很多超现实的 用资金和特技堆砌出来的场景 而不是像《边境杀手》那样 完全拍石的场景 预算也不高 对我来说 那个石的东西 它的张力更强 但是今天看的这个二 我还是总体来说 我还是爽到了 就是我在看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感触 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我们行业 就是工作者的感触 我老觉得这是一个景别的胜利 就是实际上 超大特写 大全景 实际上懂得运用景别的导演是不多的 实际上我们作为导演 去判断导演的时候 往往会用景别来 选到足够准确的景别 来判断这个导演的视听员的实际水平 就像我们是不会根据一个导演的表面附着的其他东西 比如说表演 影调 音乐 剧作这些来判断导演的那种核心能力 导演的核心能力往往是可以透过 它能不能准确的用景别和角度 用那些元素级的视听 维洛尼瓦就是一个在这个时代 重新把元素级的视听语言 放在最大的大片中 碾压其他所有导演的这么一个导演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 其实在电影艺术的核心层面上极度简单 但又极度少见 因为这个时代太多的电影人 用这种内功之外的东西去骗观众了 他们在堆砌钱 堆砌资本 堆砌美工 堆砌特技 甚至堆砌表演 像贝勒尼瓦这么准确的景别 比如说最开场的第一个 那个倾斜的沙丘 我们跟随他们母子两个人 感受了一次袭击 然后当镜头转到哈克男人的时候 我们瞬间又跟上那群哈克男人 来感受弗林曼人对他们的袭击 这种视角的转换 因为它景别和角度非常准确 它能瞬间把观众带进去 这是魔力级的导演 就这个导演 这么说吧 这种导演想撒什么谎都是可以撒的 没有人能看得出来 你一定会跟他走 因为电影 这就是电影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视听语言的胜利 可能在今天全球的电影行业里面 这特别有价值 因为这样的东西很少 当然这个东西也有点迷惑性 就是说 因为沙丘是个大制作 又是一个超级文本 也许很多人会把这个胜利归结为文本 或者归结为资金 归结为这么多大明星 实际上在我来说 这都是花边 真正的主流是 这个导演他拍什么 都可以拍得这么好 如果他哪天不拍这种超现实题材了 回去再去拍《边境杀手》 我其实是更期待的 一定会更好 这就是导演的胜利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感受就是 我喜欢这个壁故事 我喜欢这个女孩和男孩之间的这条线 中间我两次被抓住的时刻 都是关于他们俩的冲突 这个也是跟原著 这次改变比较明显不一样的一条线 我是能理解 第一句触动我的台词就是 那个女孩说 我们弗雷玛人都是平等相待的 然后这个男孩非常严肃地跟他说 我愿意平等待你 那瞬间我觉得蛮感动的 我觉得这是 特别符合当下的 我们对七妹关系的那种基础的理解 我觉得那是真爱 那是真正的把它当做平等 但是后来当这个男孩又 因为他的A故事里的命运 因为他的血仇 因为他的命运的推动 他必须走上那条路的时候 实际上当大众向他跪下的时候 当他和他的母亲利用这种手段 属于哈克南人的手段 去创造宗教 去发明一个民族 去实现自己的权谋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没法和那个女孩平等相待了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故事的B故事层面 感觉到的真正的考验 就是这个爱情 我是感觉到这个考验 这个是牵动我了 反过来讲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A故事 就是这个表面的王子复仇线 在我看来 我是稍微有一点点失望 就是 胖男爵也有点笨 然后那个 飞德 也是有点笨 那个 那种帅酷 我相信 在座 超级英明来说 那种帅酷 我们见了太多了 对吧 而且原住人们还有头发 这已经不错了 原住人们 他这有头发的 这个弄的造型 比较夸张 类似电影中见过 对 这个其实不算是很酷很酷的 皇帝 等了这么久的皇帝 也挺傻的 也就是说 在王子复仇的这个道路上 实际上我没有看到 我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阻碍 不管是实力碾压层面的 还是权谋层面的 他很容易就打到目标了 几乎是 是个爽闻的感觉 这是我稍微感觉到 不满足的地方 对 我是觉得A故事不太让我觉得 我很快就到了 当然场景 就是万众冲锋的时候 导演还是靠他的这个视听 把我带进去了 就是 你看他拍那个人跟杀虫的关系 他就永远是 非常准的关系 他用 当然他是虚拟摄影 他用巨大的长焦 当然这不是实拍的 一种大长焦 人还是小点 这如果是 我们假设那个镜头是实拍的 就是人和那个杀虫的背 那种在杀中旋转的镜头 应该类似于一个 一千的长焦 或者两千的长焦镜头 那其实不可能拍到 但是虚拟拍成那么帅 那么就是 那个奇观 不是仅仅靠特技对技术来的 是导演 对人的运动和空间的关系 它始终是一种 顶级视听语言的这个级别 我觉得这对 这个对全球观众 对华语观众 对好莱坞的其他导演 都是一个启发 我觉得对华语导演也是个启发 我就先随便说这些 谢谢各位 天天金花 就是在节目里没聊的 先给大家聊点 有什么不一样的 没有说说吧 因为我可能是作为科幻迷 来去看这个电影 不过确实最早 我们去喜欢科幻的时候 《沙丘》也并不是一个首选的作品 对 因为它会让我们感觉 直观的感觉 它讲的是中世纪的故事 只不过是批了一个科幻的外衣 其实最刚开始喜欢科幻的时候 觉得这个东西离科幻有点远 当然后来《沙丘1》上了之后 确实也去进行了观看原著 去看了一些原著 会发现它的设定确实还挺硬的 然后这一部再看的时候 也隔了几年了 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 我很关心后边的故事 导演会怎么拍 因为我们后来把后几本也都差不多 大概看了看 然后知道后边的故事走向 其实我也看了很多论团里边 在跟《就沙丘》这个故事 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讨论 各种观点 有认为保罗是对的 有认为保罗是不对的 实际上我也有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我非常想看 导演拍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始于什么观点 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名著了 他翻拍的时候 一定会有他的价值观在里边的出现 或者说就是他对原著的理解 至少我看到了某种共鸣 因为这个片子里边改动最大的就是 就是跟甄嬛也很像 就是开始下毒不让他生孩子 然后他甚至提出来说你去跟公主生 因为皇家要有后代等等的 很弱 然后甚至我觉得他可能在原著里边称不知 没法称之为女主角 但是这个片子里边 对他的改动是我最喜欢的 他是带着观众去以现在的这个世界观 或者现在的一些角度来去看这场闹剧 而且是从第一集开始 第一集始终就是他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 到了第二集这个视角才变成了公主 对 就是一场闹剧 就整个其实就我对这个事来看 就是这个故事一场闹剧 然后就经常他看那个斯蒂格尔 也是跟观众的感觉一样 你在干嘛 对吧 疯了吧 因为我看我也觉得 很像观众的视角 对特别有意思 后来我们那个节目上之后 有一个人有评论 我觉得说的特有意思 说那个就那个弗里曼的那个领袖 说你看像不像那个 像那个让子弹飞里边那个无举人 就神神叨叨 对看这位大哥要起来了 我就支持你 其实这个弗里曼人本身在原著里边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有相 有点类似于这种情况 我们找个救世主带着我们去打 这个救世主不行 咱换一个无所谓 所以他里边有好多的这种权谋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看原著里边 他有好多的大量的心理描写 所以其实我真的很想看到这个导演如何去表达这个 他会不会也觉得皇帝这么做 就是这个保罗这么做 救世主是需要的 但时机最后我看到 刘七十最后的那个结尾切尼相当于就是给你一个甄嬛你干不干对吧 皇后还在你当甄嬛啊 没准以后你生了孩子还能还能当皇后对吧 不我要选择做这个女战士无产阶级的革命女战士 打了个高铁就走了 对很酷 我特别希望那会就放起国际歌来 对吧 满脸那个表情是愤怒失望加各种 真的是因为他就是不相信有救世主 为什么要有救世主 对吧 真正要靠我们自己 所以我已经看到导演他是这个价值观去拍的 就是会有很强的共鸣感 这是我看这个片最开心的地方吧 当然确实得说一下这个片因为他有援助 我个人认为导演拍这个片的时候 他是默认大家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 对他什么都不解释 所以我就快速的 我觉得有几个基本的从时间轴上给大家 快速的补充几个点帮助大家理解 就第二部 第一呢就时间段 1965年的第一部小说写完的 正传写了六本 第六本是1986年 二月份还是几月份发表了 之后没几个月 赫伯特就去世了 那么他儿子又跟另外一个作家 又写了一些外传什么 什么姐妹会啥啥啥 还有前传 那你先不说了 就这六本第二个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1965年之前三年 1962年有件事情 就阿拉伯特劳伦斯 大卫里恩一定是对他写这个小说 是有很多的影响的 是有很多影响 那么七十年代末就那个佐洛夫斯基 就开始折腾 就智利那个导演对吧 折腾了天翻地覆没有拍出来 但是实际上也是对后世影响至深远 然后就1984年大卫林起 每次老容易说错 那这部片子是1984年就拍了一个 他自己不愿署名的版本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多年没有拍 还有一个时间点 应该是不是1977年78年 星球大战第一集 对吧 因为星球大战几乎等于把这个故事 就借了个壳 用了个自己的逻辑 就已经给拍了一大部分 设定几乎都一样的 大家想一想 然后银河帝谷 然后这1984 1978 再往后就一直各种辗转 就终于到了维伦牛瓦 这是2021年上映 二年十二月底 拍完最后第二集的一个镜头 二三年完成制作 然后二四年上映 然后这就是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因为刚才这个时间点就是1965年 大家想想 他是个美国作家 60年代中期 他写这部小说用了六年的时间的研究和准备 所以大家大概知道他那个背景 其实是在美国60年代 是一个什么的环境下 创作出这个小说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他对于观众的一个期待 就是说他觉得是什么样的观众来看 苹果个人猜测 因为我觉得美国人也不可能把这个书都看完了 因为这书特别厚 然后里边确实内容特别多 就大量的心理描写 大量的对话 还都不光对话 就公主自己写的叫什么 每一张的开头 纸记一样 要记录一段 写了很多著作 对非常复杂 所以我估计他的预估是说 看这个片的人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会有多长 就相当于举个例子 像那比如说 如果我们给一个完全不了解西游记的人 看孙悟空大闹天空 到最后一刻是被压到五星山下 一定会蒙 到底在拍了个什么 这个猴不是一直在反抗吗 怎么最后被给扣在山底下了 他到底表达一个什么价值观 其实也会蒙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会明白 因为后边还要保唐僧 突然看到了天庭当中都是坐骑下来当妖怪 对吧 他看到很多真相 其实这个片也一样 他现在拍的第二部结束相当于他的 第一本的结束 第一本结束 刚才冠李老师说了一共六本 其实前三本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 第二本救世主 第三本杀丘之子 对他前三本基本完整是保罗一直到保罗最后的去世 这个后边就跟保罗关系没有那么大了 那其实他只是完成了第一本 就是相当于一个三幕的戏的第一幕 就是他成为了皇帝 真正后边揪心的是他成为皇帝之后 最后那个无举人的那个弗里曼人 他们要去做什么 刚刚最后这个结尾拍的也很好 登上了飞船 高喊着为了他们的这个 星球大战终于开始了 为了他们的救世主 大家就可以想想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他们要去做什么 对 这个是从第二部开始变得 这个故事就非常复杂 所以他前边的这个王子复仇的部分 阻碍真的援助也不大 这个片我觉得还把阻碍加大了一点 是的 杨生导演这援助写的比这个 这个哈克南更更笨 对那个国王也很笨 他那妹妹活泼乱跳的 导演直接给删了 14岁小孩在那杀人 太可怕了 援助最有意思的是 删了 那个妹妹去把这帮人杀 对 妹妹太可怕了 两三岁都特别厉害 4岁4岁 他那长到杀人的时候4岁 然后那个对 但是也有 我们后来跟好多朋友聊天 说起来这个皇帝傻不傻的问题 也说个梗 挺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对这个 就是我们看电影 有时候会觉得 他一定得符合逻辑 这个皇帝已经控制全宇宙了 怎么吃饱撑的 非要到这个星球里活生生的 就被灭掉 对吧 我说想想那个朱祁镇 对吧 大明战神朱祁镇 20万去打 打人3万 当场被抓 就是现实 因为我估计他也参考了 他不一定参考了中国历史 但是说他其实参考了很多 现实的古代的一些历史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代 很多这个战争也好 或者说各个家族之间的争端也好 都很莫名其妙 对 其实现实有的时候会比电影 更无厘头 我们这每个聊完 听听白玉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跟你的角度都很不一样 我很想了解 拿着话筒说 对 就是其实刚才赞美了一番 没说为什么 然后他们俩都把为什么算了 其实就是我们看电影 比如说我刚才说 我说他特别有很多艺术家们 当着艺术家们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第一 他的那个美学实在是做到了一个极致 第二就是观念上 上次我们争论的时候 我说就是我不希望它是一个叙事的电影 或者说不希望它是一个常规叙事的电影 因为他只要有观念就可以了 原来宁瓦都说最好我电影没台词是吧 他不是最近刚刚说的是吧 对 其实今天《沙丘2》 我有一点点嫌弃的地方 就是台词 是吧 对 就是第一部 我觉得它好看就是在于 它是敞开的 整个沙丘 沙丘就是文学塑造的这个沙丘宇宙 我觉得是真正的这个导演 他领略到了沙丘的这个观念 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敞开的世界 也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它没有在一个常规的逻辑里面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善恶 包括《沙丘》第一部给我的 特别大的一个震撼 就是在它结尾的时候 你知道这注定是一个悲剧 它不管后面还有多少的续集 还有纵观多少年 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这种王权的琴亚 然后来回的更替 而且我跟杨上导演一样 就是我里面特别动人 特别迷人的是 这个真正的彻底的一个 无产阶级革命者 对 然后他非常的清楚将会发生什么 他知道权力带给他们的是什么 但是还有一个好看的地方 就是你知道所有的人 他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 接受他们的命运 而且你看着他在所有抵抗的东西 那个抵抗也是他在接受 和面对他命运的一部分 就好像命运如此 必须要这样滑行 必须要这样走 不管有他里面有做了多少的抵抗 后来你才发现 其实人他是顺从在自己的一个命运里面 就像里面男主 他在多次的这种预言里面 他其实看到了可能会发生的特别悲剧的事情 他想逃避开这种东西 但是其实最后他还是会在这条路上 他还是会无能为力 总之我觉得观念是我自己对一个电影的要求 比如说我觉得像这位导演 比如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边境之城》最早 他是不是有一部叫《焦土之城》 对 我当年 他当时好像是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吧 我当时是在那个香港的百老汇 看的这个《焦土之城》 然后天天还特别特别冷 我当时其实就是 像我后来看《沙丘》就是久久的震荡 所以当时他们很多人说《沙丘》没有叙事 或者叙事感觉点怪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导演 他想叙事好太容易了 就像他驾驭《边境之城》 就像他早年驾驭《焦土之城》一样 就是那样的叙事 对他来说就是没有任何的难度 更难的是他能把《沙丘》这样一个 整个一个《沙丘》宇宙里面 因为整个《沙丘》讲的应该是五千多年的事吧 他上下就两万年的 两万年 第一部可能是五千年的 然后他整个两万多年 我觉得这个导演他真的 他怎么能把一个这样的《沙丘宇宙》具象化 我现在想来 他是一个真的是艺术家式的一个导演 他知道怎么把他的观念放进去 而且他的那个美学的高度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导演 就包括之前那些 比如说泰威林奇这样的伟大的导演 也要望向起飞 我觉得当年他们尝试了 就是去尝试要拍《沙丘》的人 当然那时候特技也有限 都不能做到这样 但是我今天我看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很恍惚 其实就跟颜上导演说 这不是一个硬科幻的电影 它一直就是一个软科幻 而且你看从那到尾 好多人都在使用了特别古老的工具 它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炫的 然后在这个科技上 有特别大的一个想象力 但是我特别喜欢它 从原著到电影 其实它还是在讲一个 特别社会学的东西 特别社会学的人类学 甚至包括环保和生态 对 其实你最后说的生态是它 相对来说最硬的这个点 其实它是做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设定 我其实听你刚才说我想到一点 就是我特别不满意的是 母亲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 潜尝支持 我其实觉得最有可能对这个王子构成真正的压迫性 让他无法抵抗的巨大的压迫的压力 其实是这个这个母亲 他知道他妈是 他妈本来生他就是为了 他知道他妈是利用他 并且利用他爸 利用他们的整个家庭 整个情感去完成一个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而实际上毁灭一个家族 再重建一个家族 这本身确实像你说的一样是个闹剧 那我要是王子的话 我会对这个母亲产生一种深刻的仇恨 这个仇恨根本就无法化解 他现在我们从第一到第二看到了几次 他跟他母亲那种情绪性的争吵 我认为当然也可能是受助于篇幅 这种情绪性的争吵就不足以让我们真正感到 王子的内在的困境到底是什么 你比如说我们在教父的三集里面知道 Michael最大的敌人就是凯 就是他的老婆 他可以在外面特别 是吧 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很定 但是他每次失态 每次尖叫发疯 都是因为他老婆 他搞不定 他老婆就象征着时代 对他进行那种最残酷的压迫 而他妈就象征着 这个王子 这个天察眼的这位 他对整个你们这套权谋 这套宗教 这套争取权利的价值观的彻底的不认同 我觉得这种冲突是可以写的特别深 特别痛的 现在是一个普通类型片的水平 主要这个王子可能挺享受的事 原著中他享受这个 其实没有 就是篇子里 所以这就不够好 但是我在第一部里面 我看到就是好像一个人 他预知了他自己的命运 而且他还知道他是天选之人的时候 我就非要反抗我是那个天选之人 我就偏不要 你看他其实在第二部里面 这一部也反抗了小大半部 小反抗了大半部 他也在说我不是天选之人 然后那个 喝了那蓝水之后就变 你看他都说他不是 那他一定是 就是无论怎么样 他们都要把这个东西写原了 就是来证明他是 但是对他是有反抗 但是可能我们期待的那个反抗 是真的是他要非常彻底的反抗这个命运 然后反抗那个 他的那个制造者 就是他的母亲 就是最后应该他跟切尼一起打车走 对吧 就是应该反抗到那个程度 获得教权的过程 我也不够不够信服 就是原著中写那个福利曼仁的那个 那个部落长 是老谋深算的吗 还是 也不是他利用他吗 算是 他是个小部落长 对小部落长 他没那么大权力 他当然确实挺有一些算计的 因为在原著里他把他妈取了 他拉宝宝把直接就给取了 他一直想取 有意思 他是取成了吗 没有 他就有点好了吧 他一直是对他试行 对 就是他是计算过 说看他好 他可以当圣母 我的地位可以提高 圣母还可以跟部落长好 对他有这个计划 有点意思 他有这个计划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在后边其实就是他们打着保罗的旗帜 开始去出去打别的星球了 对 我们是为了救世主 我们是为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神 我们就要去把所有不信这个神的全都灭掉 其实他们这个福利曼仁的一个变化 其实很有意思 就一上来他会提到 就是他们最早是想改变这颗星球 对吧 是这个攒了好多好多的水 想让了 他其实前面那个闲职跟他说你要等350年 等几百年 但是现在忘了 发现当权力来到的时候忘了 这个更快 这个其实设定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面对那种超级有魅力的领袖出现的时候 引发的这种盲从和追随 导致的这种狂热 最后 对他们把整体的疯狂 对他们那个整个这个人群 是把最开始自己的目标全都忘掉了 然后开始盲从他们这个急剧魅力的领导 对 急剧魅力的这个 但你说这个在这一步里面 漏了一点的苗头 这个得等到 或者看后面的小说 或者下一集 对 就彻底的全面展开 对所以他整个确实是想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保罗这个角色 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角色 到后面也挺吓人的 对 然后我刚才要回Q一下 就你们二位都提到Sicario 其实我也是 我看这个电影 因为我已经看了两三遍了 就是我发现他里面大量的时候 就是从视听的角度 他好像这次 他真的回Q了很多在边境杀手里面 比如说第一场戏 他那个哈可南是从那上面下来 你不说第一场戏 就是一个遭遇战 他的那个几个士兵 那几组镜头 其实就跟Sicario里面 他那个在Magic Hour 拍的那个剪影的那个段落 包括边境杀手 开场第一场戏 是Emily Blount 在那个房间里面 不是有人镶在墙里面 突然有人爆炸 蹦那个节奏 那个氛围 其实我看到对应的 就是最后国王 皇帝 皇帝被困 他就正反打了那么几次 然后他那个就冲出去 消失在烟雾当中 就那个氛围 那个紧张感 我觉得跟Sicario的开场戏 非常像 更不用说 他最后用那个红外线的摄影术 然后为了达到 哈可南 Prime那个星球的 黑太阳的效果 他不是用单纯的黑白 他也用了那种 不可见光的一种 独特的一个摄影的一个方法 其实在 《边境杀手》里面 他最后不是也是进入到地道里面 也是用夜视仪去拍 我觉得其实这个导演 他的确是 他在这里面 在视听语言上 他其实是 下的这方面的功夫 可能比第一部 第一部就是形式感 建立这个世界 对 所以在这边 我看到好多他前作的影子 对 我觉得他好多这种画面 直接传达的情绪 还是非常到位的 我这个片里边 比较印象深刻的 就是保罗承认自己 是救世主之后 他走出来 然后有一个俯视的画面 看到的 所有弗里曼人的人脑袋 对吧 然后你就会看到 大家就会自动的 让开一个地方 中间是有一个点 那个就是他们的救世主 他们就想离他近一点 又怕完全触碰到他 就那个电影 就那个镜头 其实我想到就是 阿拉伯的劳伦斯 对 他里面有些 有类似的 那就是 那个镜头不用说话 就让大家知道 这帮弗里曼人 已经认可他是救世主了 他是神圣的 我们想靠近 但又不敢完全触碰 大卫里曼人是一个和他同级别导演 是的 大卫里曼人 因为我很巧 就为什么刚才就提到的 就是在去年上海电影节 我就看了一部电影 就是4K重制版的 阿拉伯特劳能斯 所以我同学正好去上海 多了一张票 就把他临时叫过去了 我看的就是如痴如醉 就是几乎你说 现在能把沙漠拍到巅峰的 是不是就这两位导演 这种片子是不会过时的 对 警别队的片子不会过时 所以这个大家看 而且刚才我为什么插了一句说 叫导演的导演 就是感觉 维伦牛瓦最早2015年 看《边境杀》 我跟你一样 我在香港 我是在哪个影院 我忘了 我是偶然看到他在首映 我就去看了 正好刚供应 我买票进去看 我也不知道这啥票 然后我知道这个导演 我听说过 看完了我就愣了 然后我就给几个摄影指导 分别打电话发信息 我说你们摄影 可能要看一看这个电影 然后我就出了 这种神游一样 又买了张票 接着看下一场 连看两遍 所以我觉得这个票 当时看完了 我就说没有见过 这么塑造氛围这么强 其实后来在找他的前作 很强 但是Sicario是一个 剧作上稍微的 不一定那么的完美 但是他风格太鲜明了 我后来跟张小北 我们影评讨论 这个电影讨论了很多很多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 他几乎是在这个氛围营造上 也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 那肯定是一个超级杰作 这个不是 《沙丘》在拍十部 也达不到那个水平 是吗 平衡那么高 就电影来说 那是个神级制作 那是用最简单 他仅仅拍一个 车队运送囚犯的日常过程 都仿佛具有魔力一样 那是证明电影是魔法的那种电影 其实听着挺恐惧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小心点 因为真的 我觉得有些镜头 会给人一种原始的一种感觉 有时候你会失去理智 这个确实是 没事我觉得是这样 要不咱是不是跟刘思勤打个电话 把三体的剧本发给他 然后看看他那个拍 不是上下两个年都能操纵得了 来给你来个多少光年 什么什么一年是吧 对 同意他刚才说的那个关于感官的 感官的问题 其实刚才也想说 其实我喜欢这个导演 喜欢《沙丘》 包括喜欢刚才你说的那个 《简介绍杀手》 他是怎么样去用他的 用他的这个能力 他的这个知识结构 他的美学所有的东西来 调度这个事情 来呈现这个事情 而且用了那么少的钱 而且这样的艺术家 是导演 其实就是 你给他大的制作 他也能做 你给他一点点钱 他也能出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我们现在不谈那个 就是我们如果 导演是怎么加入商业的东西 我们就说一个导演如何表达 我觉得感官特别重要 就是比如说像这两年 诺兰大概公认的 特别会用音乐 然后这位导演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沙丘》有一半 如果那个没有那个生效的话 比如说那个《沙漠》 这个导演他一定要是在 在方方面面的美学上 都很高级 可是电影它还是一个 视听的艺术 这个视听的艺术 不就是你的感知 和你的感官吗 它是怎么样传达这样的东西 使他觉得我们要小心 这都是让人发毛 然后而且有些东西 你会穷尽你的词语 你说不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的感官知道 你的感知知道 所以我其实建议 为了宁瓦导演 把这个《沙三》拍完 就赶紧停了吧 别再弄这么多钱 去背负这么大一个大文本 那个东西 对他的那种魔法 其实是个限制 是个限制 就不要变成 卢卡斯一辈子就拍了一电影 最后就不拍别的了 对 很可惜 那个《黑客帝国》那两位 也是就结束 其实这种大制作 可能对他本人的名声 收入是一个帮助 但对电影史是个损失 对他个人的艺术成就 其实也是个损失 在我看来 因为他现在手上四个项目 四分之一是《米赛亚》 就是救世主 这是好莱坞的牛逼的地方 就是好莱坞总能把 像维洛努瓦这样的艺术导演 筛水 然后从艺术电影中 拎到大制作里面 然后对市场构成那种引领和碾压 对 但这是好莱坞特别会挑人 你不觉得 当年诺兰最开始也是特艺术 他也是特艺术 《编剧杀手》是一个类型片 在嘎那在比赛 实际上嘎那眼光非常准 这是一个 虽然是个类型片 但完全是电影 就是元素级电影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不是你说这个逻辑 好莱坞这个魔力 我觉得有点像姐妹会 姐妹会不就筛人 也弄个高姆刺 你忍不住疼你就死 然后好莱坞就有这个魔力 姐妹会有点扯 姐妹会是他自己得 他得升 就是你必须 你是导演吗 我可以升 你跟另一个导演 升个作品吗 升的那个当导演 也是这逻辑 对 反正好莱坞不是他真的是在 就是大众的人群庄中去选 确实是像诺兰 威伦牛婉 都是你会感觉到 这是好莱坞的力量 就是最早我们看诺兰 我们其实不会想到 诺兰或者威伦牛婉 要去拍大制作 觉得肯定是走这种小制作 或者说这种特别酷的这种片子 最后他们都成为了大的商业票 甚至大的科幻票的导演 那钱就是权利 你不觉得再用这些权利 在诱惑这些 他厉害的点在哪 在于他拍了之后 他有自己风格 我问一个问题 姐妹会搞了90代人 每一代都要监控 出生的结果 那个人的成长 但是我刚才看到 他们看飞德的时候 就是因为飞德 搏斗技术高 意志坚定 就算监控成功了 忒粗糙了 就是那个 援助就是这样 他援助里就是在 就是这些人都是被讽刺对象 实际上 援助里他的意思就是说 姐妹会实际上是在 骗自己玩 是这样吗 制定了一个特别详细 详细的计划 当然在执行过程中 就是各种漏洞 因为所有的执行层的人 都不把事执行好 他这个机制 他这个形态都太蠢了 怎么能透过一个决斗 来判断飞德 到底是不是人选呢 对 就太怪了 他宇宙也是个草台班子 对 非常草台班 但是他里面 他在这种顶级科幻的 世界设定层面上 粗了 达不到海布利安 或者基地 或者其他那样的视频 他的目的好像就是 这个意思 就是全宇宙 大家都特别胡闹 这是他看完六部的结论 我就跟你说 最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不是他们老说 这个世界没有高科技了吗 最后发现有 在某个星球偷偷发展 他们就说我们这是魔法 然后大家就都信了 就是他想 因为他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就是说他看到的很多现实 可能真的没那么缜密 太多我们会觉得 生活中应该是这样 但结果怎么 随便说句说个词 就能糊弄过去 我觉得非常不缜密 弗利安曼人在沙漠上 打游击居然能够对抗帝国 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我手里握着那种 这么巨大的金属战舰 完全可以把星球刨个底掉了 他们根本躲不过去 是可能蛮奇怪的 就是在物理逻辑上 其实是站不住脚 对 就是在他原小说里面 这个我就多解释一两句 就是他的从战斗之级别的角度 最低的目前大家看到的是 这个哈克南的这个军队 是比较低的 比他们高的是金卫军皇帝的 和厄崔迪家族 他们俩武力值差不多 是整个各大家族里面一等一的 所以最后要把厄崔迪干掉 他调了三个皇帝的三个军团 加上哈克南在偷袭的情况下 还要降一下防护罩的情况下 才能把它全灭掉 但是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 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其实弗里曼不了解这么人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数量几百万人 然后也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战士里面 是一个能打几十个 其实是战斗力 是在这个世界观里面 最强的一个种族 所以后面遇到了 开天眼的保罗一合并 他们就把全宇宙杀了多少几百亿人 六百亿吧 杀了六百亿 所以他等于他是这么个设定 其实的确不靠谱 听上去就是真的就是 有的说是他这个设定 其实确实是一个 怎么说就是 特别不缜密 我们会觉得好像 所有的这些统治阶层也好 皇帝也好贵族也好 都像智障一样 就看袁助理也这样 袁助理写的会更细 那个哈克南 就是比这里边还傻 他去把这个厄随地家族灭了之后 基本经济就崩盘了 因为他们去运兵是需要花钱的 就是他有那个宇航工会 需要运兵需要花钱 然后从那个战争的这些筹备 都需要花 所以他签了巨大的战争贷款 然后他就需要还战争贷款 还的方法就是在这颗星球 玩命地开采这个香料 然后翻倍 然后对这个当地的镇压 或者就是统治更残暴 哈克南没上完MBA 所以真的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问题 对 就是 基本经营头脑完全没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 本身就是原作者 他本身有某种恶意 对于整个贵族的统治 他认为就是一群水平不太行的人 在统治这些 对 我觉得他那个不缜密 可能就是一个 里边特别大的一个缜密 就是如果他把他这个整个 就是拍得特别缜密的话 可能就脱离了那个 沙丘宇宙的那种敞开的观念 就是这个敞开可能就是 就我当然也挺纳闷 我说这个皇帝 可以把这个 恶水平家族灭掉 这么大的权谋 然后你见到这个皇帝的时候 是如此普通的一个老头 然后而且他们是 好容易就被消灭了 是的 后来我觉得 那如果在这个 沙丘的观念里面 可能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皇帝吧 在书里面70多岁 但长得像30多岁 但这里面他就用了80多岁的 我可能用他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1984年那个电影 也出演了吧 我估计他追求点这个 所以他就牺牲了些这个 他的确不太缜密 你看他里面不是 第一次见到保罗什么 那个什么什么 费特 他就跟他说 他其实不是他 他应该是他表舅吧 就是你看 他也不太缜密 你看他们都是亲戚关系 算来算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也不能太细扣 然后咱们这个时间差不多 咱们就把后面的时间 进入第二趴 就给到大家 然后谁有什么想法 就是来过我们活动 都知道举手就行了 我们把话筒给你 好吧 这两位 怎么老是男生先举手 女生们都主动 我们女生发言可积极了 谢谢 刚才听杨潮导演的这个 我觉得我特别认同你 我看完之后 我刚才发一条微博 我说感觉沙丘一特别慢 沙丘二特别快 他的所有事都太快了 就是 我也特别同意 他特别好看 就整个场景啊 什么都特别好 然后包括那视听语言 但是很多事 讲得太不清楚了 我就想说那个 他那个母亲 到了那个 就是到了弗里曼人的 那个地下城之后 他那个脸上 怎么就长出刺青 怎么就能变成了一个 就是变成了一帮人的领袖 这个事 我觉得特别那个什么 还有一个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 然后就刚才 大家聊到那个 我稍微解释一点 他们那个设定 他们为什么要用那个格斗 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 都现在有一个那个 最基础的设定是 都有一个护盾 都有一个护盾 然后那些 所有的高科技那些东西 是击不穿的 就是你必须得经过那种 叫什么呀 就是冷兵器 格斗然后来弄 说完这个之后 我就想说 我看这个电影 第一部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像那个 魔兽那个电影 就是 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世界观 全部展现给你的时候 你看完之后觉得 特别的宏伟 特别的 就是整个那种感觉 是非常棒的 但是看了第二 反正我没有 特别喜欢第二部 这是我的最大的感觉 就是你看完第二部之后 真的开始讲故事了 真的开始有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就这样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的最不太感受 好 咱们其他的朋友 刚才那位 给递一下吧 银一下 好 谢谢 杀虫没有护盾吧 杀虫没有护盾吧 那为什么那些战斗机 那么怕杀虫 而不用炮火 直接攻击杀虫 那会什么样 杀虫能抵挡炮火吗 我跟你说 其实不太可能 其实连弗里曼人都没有护盾 对啊 弗里曼人没有护盾 弗里曼人没有护盾 没有护盾 他们是没有护盾的 帝国军完全可以扫射他们 理论上是可以的 那出于雷锋 仁慈没做 我进行援助理是说 那个野兽手里没有武器 是的 就是他这个东西 他们还是比较 就是他常规用不上 就比如说两个正规军打 必须只能用刀了 但是我去打那个平民 我还可以用武器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都在防着别的贵族 所以他们就没玩命发展这一块 你看他弄那个地下城的时候 不就用了传统的火炮 对 就反正他很聪明 用了传统火炮 对 就是那个野兽比较傻 其实是援助理好像是野兽要不着武器 武器在哈克南 就是拉斑 你说的拉斑 对对对 他不给 因为有 反正这个 杀虫是因为这样 就是他们那个香料是杀虫的屎 分泌物吧 某种它是一个 对对对 最后他们当时好像不知道呢 因为当时也不知道杀虫的 对对 当然不知道也没用 他们按照书里面描写 它其实都是一个自产自销 它是一个完整的进化的一个体系 然后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不知道 杀虫的命脉 其实是水 而这个星球又最缺的是水 人又要靠水活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矛盾 来 刚才话筒在 那个四位老师好 然后那个就是 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 就是首先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然后它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肯定还是要先去 预先接受也很多设定的 不能想太细 因为就是说 它这部电影 我觉得它的趋势 其实是比较粗力度的 就可能只是在几个 关键的节点上 安排了几场戏 包括那个保罗 它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转变 然后所以说 给我反正的感觉 就是说它其实 无论从摄影还是什么的话 它的场面都非常恢弘 不像现在某些商业电影 就是明明是一个国家级的战争 打得像是村长戏斗似的 然后所以说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感觉最后一场 决斗戏的话 其实跟前面的风格 有点不太一致 就前面的感觉 我感觉还是很史诗级的 但最后一个 就是包括保罗和那个 他的那个表舅 决斗的时候 感觉这个戏有点 就太小了 所以我想请几位帮忙解答一下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 你看得很准 我实际上觉得 我觉得那场戏拍得特别的boring 如果是我拍 我觉得应该怎么拍 可以拍得更小一点 更具体一点 这两个人最后打到了一种 像两个夫妻俩一样 狼狈不堪 用嘴牙齿 就是更血腥 更狠 最后浑身都是他的血和脑浆 再站起来 然后到皇帝面前 让皇帝吻他的戒指 那就够狠了 现在太小清心了 我觉得 在原书里面 这俩都是赤身裸体在打 在原柱里面 因为他现在把他那个衣服脱了 他那个叫什么蒸馏服先脱了 哇 那臭的都不行 书里面就是那个蒸馏服里面 你的粪便什么都都在屁垫这 你知道 这书里描写过好多次 一离近了就特别臭 牵着他把一夸那么一脱 后来的确跟这个书里面描写一样 就说他要跟皇帝决斗 皇帝找了这个是他这个表舅站出来 然后他也把脱的情况只剩下一个腰带什么的 几乎是你说的原始的 书里面是怎么描写的 但是书里面描写的也比较文学 观察这刀换左手换右手啥的 对吧 就这些 来 咱们其他的朋友有吗 后面 这后面是不是还没有人举手 书里面有没有什么从你的角度的补充的 我 艺术角度 我没有 就是比如说洋上导演刚才说应该打成那样 我自己脑子里过了一天 就弄神了 我觉得挺好的 能看吗 我觉得就是说 打的优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刚才都这么恢弘了 现在变成两个人的那种意志决斗 所有人都拿着枪 但没人敢上去帮忙 变成两个人之间 最后两个野兽的斗斗 是最好的 你刚才说那分鞭袋那特别好 是汗水 让这个王子变成一个纯粹的卑卑的野兽 但是他最后露出那种极度凶残 他露出他哈根南那一面 那我觉得这就是人物的一种弧光出来了 他最后其实是 比如最近我们看到一个 有一个新闻是 一个丈夫把妻子用拳头打死了 你知道吗 用拳头把妻子打死了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到现在还在美国发生的 还在审 华人哦 知道啊 嗯 华人 谷歌两个中国夫妻 丈夫把妻子用拳头 诊材发现的时候 两个手全都紫了 跟豹一样 然后在那等着警察上门 也不反抗 我觉得是这种 就是才会给这个 这么恢弘的一个 太空歌剧一个人性的一个结尾 我觉得导演是 导演就是你给他太多钱 太多太大的文本之后啊 他想不起来这事 都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对 我也觉得那个 哈克男公爵死得有点草率 其实有点像导演想早点收工 对 男爵 对 男爵 他已经就是邪恶 他就是那个邪恶的表演 就我记得第一集看他的时候 就惊呆了 我觉得这个人物塑造 其实你对他的期待是很大的 后来不怎么邪恶了 然后死得也比较容易 对 你觉得那个薪水 我对他的星球是什么感觉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很多科幻作家 除了硬科幻以外 其实他们 其实去塑造那种 社会结构 或者什么权力结构 都差不多 包括我们这两年 在看权力游戏 包括阿凡达等等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他探讨的还是一个人类政治 一个永恒的问题 就是你要权力 你就要经过血腥的战争 然后一个可能特别纯粹的 复仇者和革命者 最后他变成了一个 他当时要推翻 还有特别邪恶的人 或者等等 我觉得他也是在讲 就是人类史里面的 就有关于政治和社会的 一个永恒的轮回 没办 这个是不是西方的这种故事的 他算是犯事了 他算是这么一个规律 还挺难跳出来的 大部分的经典文本 其实都是这个 那跟中国 你看刚才金花 一举西游记的例子 我们要进体制嘛 对 主要是 顺功不最后就是弄个编吗 编 弄个编 顺江最后弄个编 对 对 对 就是不加宝玉不想要编 然后最后就出家了 出家了 咱们其他朋友来举一手 好 又拿到了 请讲 就是这个电影里 我觉得我 我不是很能理解 姐妹会在这里的 就是导演想通过姐妹会表达什么 因为我看起来 姐妹会整个组织 他们好像是最后 幕后最大的boss 前边这些所有的男人 各个星球的男人 互相之间 这么宏大的斗争 然后其实是姐妹会 在背后去全谋 计谋挑起的 但是在最后一幕的时候 看起来姐妹会内部 好像也 也并不是意见很一致 然后有 而且中间 因为也是可能是导演说的 那个原因 就是母亲和儿子 这条线不是很清晰 导致我中间一直很困惑 觉得这个儿子是 被母亲精神控制了吗 就是他的很多表现 就是不是很合逻 我只能猜测 难道是被精神控制了吗 但是在很多镜头 他有表现的 儿子的很多做法 让这个母亲自己 他就是演员 演出来的感觉 他其实是不知道 或者是很惊讶 或者是很揪心的 看起来又不幸是受他控制导致的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几位怎么看 就是姐妹会这条线 在这个电影里 是什么作用 或者是导演想表达什么呢 先简单 科普下背景 听听导演怎么讲 听听杨超导演 姐妹会他在选小说中 他几大力量之一 跟他平行的是宇航工会 他们诞生时期 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还有另外两个力量 就是一个是皇帝 还有一个叫立法会 皇帝大家看到了 立法会基本只在 第一级第二级里面 台词就一闪而过 宇航工会也是一闪而过 但至少宇航工会 他们的载物出现过 就是把他们 比如说第一级第二级 都出现的巨大的 大的运载船 包括厄崔迪班家时候 用的那个大的运载船 也是宇航工会的 宇航工会 他们其实你把它 离业成就是一个 超级庞大的公司 所以在书的 这个第一部的 最后那台词里面 这个他要娶那公主 谈条件 派他妈和带着切尼 作为谈判代表 作为家庭律师一样 身份去谈什么呢 说要公主把皇帝的 宇航公司所有的股份 作为嫁妆要过来 就是所以说 大概有这四股力量 剩下的大概有 几千个家族 上千个家族 他们其实皇帝 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但是像厄崔迪 是这个立法会里面 最重要 最有权威的一个家族 立法会里面 就没有出现 这个都是根据中世纪 或者西方那一套 搬过来的 所以权力的游戏 其实都是从这里面 继续再搬一遍而已 所以这个姐妹会 就属于玄虎有玄的 这不进化再补充一下 这个姐妹会 有什么特异功能 是吧 有点像巫女的 去弄 那个 关上关提老师 不是要送那书吗 那书的第一本 后边其实是有后传 后继 后继里边 其实已经质疑了 姐妹会的存在 非常搞笑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他们整个 制定的计划很完善 执行层面特别不行 说如果姐妹会 稍微长点脑子 整个这个故事 应该都不会存在 但是就说他们 原著就这样 但是说实话 我始终会认为 作者是 就是想刻画 这么一群人 就是对 反讽 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连这个救世主 他都不是一个 真正的救世主 真正的救世主 应该是他是女孩 然后他再生一个 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就是从一开始 姐妹会就没把事干利索 就是因为我们会想 他姐妹会实际上 可能会对应 中世纪的宗教 宗教真的 那些神父 那些什么的基督教 他们都很正常吗 他们其实 还有对那会儿的历史了解 也都特别奇怪吗 他们现在也都经常出来 要对欧洲的小男孩道歉 他们都特别胡闹 所以你说 《沙丘》是个喜剧 闹剧 闹剧 就是当然了不喜剧 因为挺悲的 就是你看 就是所有里边 参与到当中的所有人 都在为了这个权利 在跟着一起胡闹 然后忘记了自己的 最初的梦想 不管是改造星球 还是说像保罗这种 想做一个好人 然后全部都忘记了 面对着权利 然后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 在电影里是 《切尼》没有 连原著里 对 原著里边连《切尼》就都认了 就是我踏了实时当真还 对吧 其实原著是有这个讽刺的 因为它最后的一个结果 是一个极不好的结果 就是这么一群人 折腾来折腾去 整个宇宙死了600亿人 悲剧的这部分 我是非常认同的 我期待看到好悲剧 但悲剧的基本质感 恰恰应该是真实的 姐妹会 你说她操作的时候 特别傻 这可能带有反讽 这个 我觉得值得商榷 因为它 它是一个发生在 一万多年以后 真实存在的故事 这种基本质感 我们是应该相信 才谈得上反讽 或者是悲剧 如果说 它的真实逻辑上 各处接不上 那其实是原著本身的问题 另外一个 我看来 刚才这位朋友提的问题 我在感觉 姐妹会的时候 我最大的感受 不是它操作的粗糙 而是它 没有价值观 我在一二两集里 看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 找出一个 Husky什么 一个长名字 一个终极之人 然后带来一个终极力量 永远地改变世界 改变成啥样 就是说 姐妹会的这种信仰的程度 特像什么全能神教那种的 就是那个级别 特别的 就是它给出的终极价值观 太弱了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好像能骗这么多精英的宗教 因为它其实在各大家族中 在很多地方都布下了暗庄 这是个女性同志会 是一个 是个女性共同体 如果你要说 这些女性聚在一块 这些人类高质量女性 聚在一块 她的目标是为了获得爱情 我觉得都还可以 或者他们为 sorry啊 不是说女性只能获得爱情 就是说 如果他们觉得 他们比如说 因为剧中写了那个王子的妈妈 出于对公爵的爱 生了王子 这违背了姐妹会的规则 我记得是这么一个逻辑 如果说这种违背规则 反而被设定为姐妹会的那种 最高理想 姐妹会的目标是帮助 这些女性在各自的生活中 获得他们自己的绝对自由 我都觉得比现在的这种 天选之人 这个设定要显得高级 天选之人这个逻辑太 太boring了 像弗雷克人的 弗雷曼人的这种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霍博特当年要写这个长篇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 就是 我觉得她也在 就是她自己 在经历了那种沙漠的经历 包括就战争后 我觉得她要塑造 这样的一个沙丘宇宙 是在想让人们问自己 我们到底要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 就比如说里面 你看其实没有一个完美的统治者 包括 俄崔迪 他当时 不是后来皇帝不是说 因为他太有情有义了 所以他必须死 就是 而且比如说姐妹会说 那个天选之人 我刚才看那个时候也想 就是 那天选之人 然后他干啥 然后他要创造一个 怎样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姐妹会 想要的那个世界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那如果你去塑造一个 你想要的世界的时候 这个人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还是一个邪恶的人 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只要他能达成你 塑造那个世界 还是一个 特别暖的 什么有爱的 就是你不知道 后来我觉得就是 我们今天 谈论的所有关于 沙丘里面的这些 比如人设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剧情的 逻辑上的问题 可能就是 这个敞开的这个沙丘 想让我们提 给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 然后因为没有共识 没有标准 然后就是我刚才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敞开 且轮回的一个人类史 对 我也想就这个 刚才那白玉讲的 这个影片 不是 这个故事本身 他想表达一个什么 因为我最近也看了一些 那个科幻片嘛 包括以前看的 比如星球大战 这个沙丘 还有导演提的那个基地 你会发现 它这些科幻小说的 一个设定 基本都是一个 有一个邪恶的这个帝国 和帝国统治者 然后有一群反叛军 在跟他们斗争 好像这些 稍微这时空背景 大一点的这种题材的 科幻史诗类的东西 好像都离不开这个主题 所以我就 而且这些都是西方 西方的作者写的嘛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就说他们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主题设定在 这么一个场景之下 因为就是最终就说 这个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个 集权的一个暴君 然后去压迫人 然后人必须来反抗 包括沙丘这个事 就更有意思 你会发现它 这个它是从一个 反叛者的角度出来的 但是最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 甚至比在位的暴君 还要暴虐的 因为它明知道 要死600亿人的情况下 它要成为那个人 而且它这个 整个这个正当性 除了为他父亲报仇以外 还有为这个弗里曼人 去争取一个绿色的世界 就没有了 是吧 你就看不到 它有其他正当 如果因为 给自己的家族报仇 这个东西 其实是个比较小的目标 那么如果以后 强加给他一个更大的任务 说让他为一个 生活在一个特别 差的一个环境里边 就是星球上 一个生存 给他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我想一想 它可能 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 去帮这个人 帮这些人去实现 这么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 而不需要引发 星球大战的方式去做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 就从沙丘这个片 我就看出 这个就是 这个西方的作者 或者知识分子阶层 因为我知道 这个书在 发布的时候 可能还是很受欢迎的 很多人在他读这本书 那么他 是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极权这件事 在西方的这些老百姓 或者知识分子 这个阶层里边 他还是有点 有点害怕 他一直在千方百计 告诫人们 我们要小心这种情况 或者是怎么去 做这件事 我觉得可能 他有一点这个想法 有人说是 这个赫伯特 当时那年代 是不是在 因为当时冷战 刚刚开始吧 算六五年 其实我觉得还不是 我觉得我看到的更多是 从视听上非常明显的 像在那个prime 那个星球 哈可南那里面 就黑白那个段落 那非常的纳粹的那些 视觉风格 追溯到李芬斯塔尔 是吧 意志的胜利 那源头 我觉得 几乎就照着 咱们张一谋导演 拍出来就是团体操 感觉 这个呢 对苏联 我认为他是对 二战的反思 就是还没到 就是至少第一部 这个故事 还没到 那个冷战 都是在后面 在往后 所以他讲的 可能还是跟 跟性别解放 是吧 跟平权运动 这是60年代 美国的社会的现实 所以我看到 哈可南 就那个星球里面 那个我觉得 更多他是对 二战 跟更多的 也有一些极权 一些恐惧吧 或者一些反思 就是少年 为了屠龙 必须得变成恶龙 才能完成屠龙 这个恶性循环 我觉得 这个原著 他是非常痛苦地 看到了这一点 他是一个传统的 西方知识分子 他对这一点 非常的在意 这一点 我觉得原著 是他的一个重要主题 他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实际上 是有很多办法的 是 因为说 有一千多个家族 对吧 其实家族联席会议 一千多个家族 各排一个代表 开圆桌会议 像星球大战那样 他们有这么大的会讨 男的事 杨超老师 一下子解决了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个世界 就是这么解决的 这种事 他们当然是 非常非常在意 然后再谈一谈 我自己对本身 这个影片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 这个影片 我是全面肯定的 我觉得是个 特别好的电影 因为除去本身的 故事设定 中间有一些逻辑上 可能稍微弱一点 但从影片本身来讲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因为两个半小时 现在 两小时46分钟 对 特别 我觉得 我就一直没有 一点都没有离开这个屏幕 一点没有走出去 就是想点别的事 一直在 在看那个 我觉得这个片子 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 现在已经过去了 快一个半小时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影片以后 就是 它不光是把整个的情节 给你推进的特别好 就像 您提到一个边境 边境那叫什么 边境杀手 我也看过那个片子 当时我没 我没把这两个片子 导演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没太关注 这方面的事 但我想 好像的确风格很像 就是它能够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魔法 或者用什么样的技术 就是让你 一看那个片子 就风格完全不一样 就像你看 诺兰的 黑暗骑士三部曲一样 你一看 蝙蝠侠 就跟以前的蝙蝠侠 完全不一样 是吧 整个故事推进也不一样 包括它最新 因为之前 我对好莱坞的片子 有点失望了 因为我看了一些 星球大战 最近排了一两部 然后还有漫威宇宙的 其实它有科幻的 尤其银河护卫队 那个系列 包括最新拍的蝙蝠侠 我其实有点失望 我觉得他们已经 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拍得越来越像小品了 已经很危险了 但今天我看了这个片子 我感觉我的希望 又回了一点 我觉得以后还能再看一看 类似的这种黑片 而且他把这个事拍到 不光是把影片推进得好 而且它有一些 非常非常浪漫的元素 因为我现在 这一个半小时过去以后 我现在回想起来 有个特别的图景 我很感动 我到现在我也很感动 我相信我会 我会记住它 记住很长时间 就是这两个男主女主 坐在沙漠上 那是落日还是朝阳 我记不清了 反正是很漂亮的一个场景 然后他俩就是 这个 触景生情也好 反正就是在那个 稳了一下嘛 我觉得我到我这个年纪 我就很少感动的时候了 尤其看接吻的镜头感动 我看那个我就觉得 激发了你的少年之心 对对对 那个特别的那位也好 这是难得的收获 对 来我们看看后面的朋友 有吗 这边女生吧 刚才男生一直在聊 来给递一下 给那位女生 你完了可以给旁边那位 他给了特别强的音乐 就是那导演自己也感动了 因为那个音乐 其实很强 完全不是那么 心情点水的界尾的感觉 就是关于刚刚这位说的 那个就是一套比较类似的叙事 这一点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就之前可能各位提到的 就是他们可能都是借鉴了 那个欧洲中世纪的这一套 怎么说形式的逻辑来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比较类似的叙事 那欧洲中世纪的话 可能我觉得就是恰恰它不是极权 它是一个封建的 一个比较分权的情况 如果是真的是极权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样 就是大家以各自的家庭为阵营 然后去反抗皇帝 可能就是农齐什么的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 大家都是借鉴的这种欧洲中世纪 所以就是各个阵营 那基本上可能就是两套形成的逻辑 一套家族的话就是以血缘为纽带 另一套可能宗教的话 就是以信仰为纽带 那对于到这个电影的话 我个人当然是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就是以血缘这边为纽带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点 就是他提到这个家族的时候 用的是这个house 那对应像中世纪这边 就是对应的这个家族 那像宗教的话 我感觉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姐妹会这边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弗里曼这边 他们信仰的那个神 那我个人的话觉得 我相对能够理解一点的是那个弗里曼人这边 因为他们是一直都生活在特别特别恶劣的一个条件之下 所以对他们来说 生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话题吧 所以对这种人来说 可能就是宗教会有更大的说服力 因为他需要这样一种信仰 他们才能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下去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形成 就是他们这个阵营形成的逻辑 我是比较能理解的 包括他们后面发展成那么狂热的 这样一个宗教信仰 我觉得也是相对能理解 但姐妹会这边确实就我也不太能理解 说什么样的一个信仰 能够支撑他们形成一个 怎么说就是历史这么悠久 还就是大家让人感觉智商还这么高的 这样一群人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牢固的群体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我比较难理解的一点 那这个是我个人 看来大家都比较疑惑 对对对 当然这只是我不成熟的一些想法 好谢谢 谢谢分享 旁边这位刚才也举手了 四位老师好 那个金华老师好 我是黑水公园的中史厅中 谢谢 那个我想就是刚才那位先生讨论了一下 就是这个形式的问题 统治形式的问题 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太清楚原著当中是怎么描述他们的旅行时间的 就是他从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 他大约要花费多长的时间 应该好像没有具体的描述 没有具体描述 但是应该时间不会很长 你比如运兵他就可以很快运过来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必须需要宇航工会 他就是另外一股 整个一个故事背后 另一个现在根本就不干预这些事的一个强大的那么一个组织 对就是宇航工会他要跨星际旅行 就必须需要香料 因为香料是导航的工具 所以我想他写这个 就是这个文章的最初的设定的原因 是不是也基于我们历史上一个帝国的统治极限 取决于他的通讯距离和他的投送时间 有问 这个是有关系的 因为像咱们国家从秦朝开始就结束分封了 就是这个军县统治 是因为他这个秦朝的这种迟到啊 秦直到啊 就是我可以快速的把信息传递下去 然后如果我们真的 其实我们确实有 那前两天我们直播其实聊到 如果我们想象 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宇宙当中 然后都不说远 就是说月亮 现在月亮上比如已经住了好多人了 那么月亮上的负责人是由地球指派 还是他们当地进行一个选举 或者当地进行一个博弈产生的 如果当地博弈产生的这个人 那么他对地球这个人是不是要服从 对于地球的这个母星 他肯定不会服从 他必然是基于他当地人民的利益 对他一定不服从 那一定得是地球指派的才能服从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通讯就会出现问题 那月球可能还会相对较劲 如果真的是跨几光年的 火星嘛 不要去火星嘛 对对火星也都还考虑 比如离开太阳系了 就去一个地方 小心心带 Expense 我可能就是需要时间很长 那可能就会出现 说你只要定期把钱交回来就OK了 对 咱这爱怎么统治 所以他为什么不是一个共和国 是因为他如果是一个共和国 他就一定是个分崩离析的共和国 他只能是封建统治下的指派 否则的话 那当地的人民选出来的官员 他不会挺皇帝命令的 因为你距离太远了 对 实际上科幻好多作品里边 是有各种各样的治理的形态 比如说确实有一个作品 好像是海云蓝音写的 就是月亮上 他人家自己选出来的 那完全不挺地球的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 当时英国对美国 就是美国人在那边 英国老想要这个要那个 美国不干了 就自己独立了 那个故事就是月球 后来自己就开始跟地球打 那另外一种统治形式 就是全部由高压的母星 去往外去进行分封 然后母星提供军火 你在地方高度镇压 那你是一个分封制 就回到了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可能到了宇宙当中 我们可能没法直接用 现在的很多 直接去平移 这个其实是很多 科幻作者在思考的 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 并不知道 但是说科幻作家 为什么有时候会思考出 这种奇怪的东西 就是有这种想法 这问题有意思 我其实觉得 科幻作家中最杰出的那部分 他们其实就是在 社会形态上 做出了一些探索 一些脑洞的 那个 著名的海伯利安 它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坑 就是前两步 我们都不知道 人类跨星际旅行的 那个时空门系统 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但是他那就非常非常严密了 那就是顶级的作家 他建造的这个世界设定 就特别严密 那其实还是个共和国 而且每一个小星系里边的形态 都不太一样 还有完全宗教的形态 基督教在那个时代 还有一个单独的共和国 所以蛮 就是我觉得这部分想象 其实是一个科幻作家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 国内这方面的作家 我们受制于这个目前的现状 我们的科幻作家 实际上对这方面是 比较少去涉猪到的 从一个参考 我们当时身边的朋友 都特喜欢那个美剧 刚才说的 The Expanse 叫太空无影 已经完结了 也不知道好像被砍掉 反正它用6G还是几G 它里面就把什么地球人 火星人 小星期待 还有其他的 你看他们那个 它是近未来 两三百年之后 而且它这个剧非常精彩的在于 你就按照当下的人类的科技 推导出两三百年 基本上都能实现的 你去看看 哇 那个我是觉得 当时看得如痴如醉的 里面也涉及到这些 跟政治有关的 这样的未来的一个 政治结构的一个 一个狂角 对 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原著里 是否描写了 那个厄翠迪家族的母星 发生了什么 就是 卡拉丹还在啊 对 哈克南家族 把厄翠迪家族灭了 但是把他的母星放过了 这是为什么 如果在他的投送能力 能达到的情况下 他为什么不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他母星也毁了呢 没有 这个他只有星球大战 才有一个武器可以毁掉 那就是 他可能毁了 他为什么没有去占领 他 他那个母星 他就 卡拉丹还在 因为他那小时候最后说了 他说 把这个母星 他的首席的监督官 就给了 给了那个 谁 给了 给了哥尼 就那个 给了哥尼 然后呢 还问杰西卡 说你是不是也要回母亲 卡拉丹去住 杰西卡说 我大概率是想回去的 也就是说 他那个星球在 行星还是在 后来他母亲住在那个星球 是吧 对 哈克南为什么不灭 其实就是因为 他里边是有经济账的 就是我们可能看 很多作品里边 就是打仗就是打 对吧 其实经济账不多 他这个故事里边 在原著里边 这个电影里 确实没展现 我觉得原著确实太大了 他电影里边 被压缩过来之后 很多地方就会变得 有些不太好理解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困境 但就说到原著里边 哈克南就是刚才说的 那笔账 他已经顾不起 就是我现在欠了 宇航工会一大笔钱 我需要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沙丘星 开采50年 双倍的收成 我才能把头一笔贷款还上 然后我才可能 再能雇佣他来替我运兵 欠着这个按揭呢 就他可能也得还贷 对 所以我之前一直很疑惑这个问题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疑惑的点 就是宇航工会 它存在的基础 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 它有很多人的变种 它没有详细介绍 对 是吧 我记得原著里是人 不只是人 还有很多不同功能的变种 其实他们看起来都是人 第一部里出现了 门塔克第一部里出现了 我记得好像宇航工会出现 他又没有特意说 因为他觉得太复杂了 宇航工会就是 他一下来那个仪式里面 站了俩人 就是说宇航工会来几人 所以他就往那一站 其实他的确不跟观众 这个的确是 一般观众看不出来 我猜宇航工会 他肯定是最大的boss 他就是平台 不管你们怎么着 他最后都是赢的 但是宇航工会 我觉得他在玩一个巨大的骗局 首先我认为靠香料 把人搞成那种在玻璃容宜里装的那种 非人的怪物 靠香料激发脑细胞 进行星际导航 这件事扯死了 绝无可能 星际导航是不可能靠人脑算出来的 你吃一顿香料都不行 那一定 也就是说宇航工会实际上还在用AI 他们只不过装成是用香料而已 也就是说宇航工会实际上掌握着一个 超级AI 是这一切的操控者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就从如果我们从硬科角度来说 这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谢谢了 咱们这边 第一排有 先拿我的 谢谢几位老师 想要问一个虽然可能也是猜测的问题 就是各位觉得导演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项目 就是除掉资本以外的问题 或者是对他的 刚刚提到过比如说名气啊 他13岁的时候就画过沙丘小说改变电影的分镜头稿 他他个人非常喜欢是吗 那就是 这是一个很小的原因啊 就是比如说沙丘二 各位觉得他的美学和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一致吗 或者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吗 或者是 因为我个人确实不是很 很是就是视觉方面绝对的受众 就我确实还是 故事可能要给我更多一点的刺激 快给你吵架的来了 不是不是 但是但是就是单个画面就是像很多朋友说的 接下来做壁纸 或者是某一个动态的东西非常吸引我 我觉得那个都是我能够感觉到的 但我并不知道他这个美学的东西 对他的表达做到了哪种帮助 就是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感受到 他想通过沙丘二这个单题电影表达什么 如果他没有前后的话 他这一部在干嘛呢 对 这样的反应您说说 对我觉得观众对于电影的要求 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我我这样说我没有觉得 就我们应该怎样看电影啊 我们当然都各有各喜欢的电影 但是沙丘我我之所以喜欢 其实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在电影上特重叙事的人 而且我觉得第一部也有叙事 只是他不是一个特别常规的叙事方式 而且我觉得那么多年沙丘宇宙养活了好多 养活了好多人 然后很多导演也想去挑战他 那文章纽瓦在13岁的时候就开始画他的分镜头 或者等等 我觉得是我猜测啊 如果我是一个从小接触了沙丘 我又正好是个导演 我也会被里边的这个东西迷住 是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它里边有一个特别一个漫长的一个时间线 然后第二就是我刚才强调了 我觉得我为什么称它是沙丘宇宙 就是因为它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了 它里面就刚才我说 我说 我特别感兴趣它里面 就是这种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东西 包括环保和生态的东西 一个导演如果能把沙丘拍完了 我觉得基本上 他其实也要再表达一个 就是他对世界的疑问期许 他觉得 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导演都是吧 杨肇尔肯定也不会否认 就是我们还是在诠释和转移 我们心中的一个世界 你是在表达你的世界观 比如说您拍一个故事片 或者有舞台片 或者拍什么都行 但是他难道不是在拍你心目中的那个世界吗 你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导演选这个题材 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电影导演 他特喜欢这个独特的空间和人的关系 带来的那种素材的丰富 对导演 对导演来说空间就是他的词词汇 所以他看到这个文本之后 他就在这里面藏着这么多的可拍的空间 以及可表现的奇特的造型 动作关系 它像一个宝藏一样 这是吸引他的关键 第二呢 我其实 我猜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是诸心之论了 我觉得围岛不是一个重度科幻迷 它是一个初级科幻迷 所以会极度迷沙丘 会是一个战争 战争 他也有2049 就是说他对菲利普·克迪克那一集还行 2049那个 我能连您说的 仿生人 那个叫什么 仿生人能不能遇见电子羊吗 那个是个流行科幻 在一个绝对的硬科幻角度底下 只有三巨头的是硬科 还应该一个阿茨克拉克 对 菲利普迪克很多硬科幻迷也不认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对北导的攻击 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是因为电影导演的第一选择是空间 文本不重要 没那么重要 他是第二次选择的 所以他首先是被这里面藏着 无尽丰富的造型和空间的可能性 给吸住了 或者我换一个角度 就是这个大家都很熟 因为在座肯定很多科幻迷 这个金华也都知道 他那叫Big Dumb Object的美学 叫BDO 巨大沉默物 巨物美学 从降临开始 对吧 其实在Sikari里面还没有 到了降临里面 你会发现 突然就把他的这一面 这个导演就这一面 好像之前那几部什么 Prison什么 所以那几个好像也还没到这个份上 同时他跟科幻只要一碰撞 你看他的那个 在2049里面 他那个全系的那个姑娘 巨大个儿 跟那个男主人 哇 就那种反差很大 所以就符合 至少在科幻这个类型里面 这个导演创作就 把他的内心的一些 美学上的一些倾向和个人爱好 可以完整地释放出来 而且刚好跟那个文本 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张力关系 对吧 就那个泰特江那个小说 改成这样 有些人是不满意的 就小说爱好者是不一定那么满意 但从我们电影人角度看 降临 还不错 真的就觉得 可以这么拍 而且你看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几乎把那个太空飞船 放大了多少倍 而且他用了多少次重复的 从第一集到第二集 都有各种的 从水里面升上来的 从空中落下来的 最后这个Emperor 从空中一个大球滑过去的 我觉得他把所有的巨大物 这个美学都玩了一遍 就是这个区物美学 我其实特想说几句 因为这个几乎成了 大家认识这位导演的 一个标签了 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根本不存在这件事 就是 只不过就是 他是个好导演而已 好导演拍科幻片 只要他没有被 这个超现实的造型所打垮 他仍然是按照一种 复原物质现实的方式去拍 他就应该用那个镜柄 大家记不记得 二中好像没有出现在 一里面 最震撼的一个画面 是那个时空传输区 那个巨筒 第一集那个 国王的皇帝的使节来的时候 有一个小球 从那个巨筒中飞出来 极小无比 那个巨筒在空间中 显得巨大物 就是大家觉得这是巨物 或者降临终那个玩意 垂下来那是巨物 其实在我看来 那就是正确的景别 只不过因为 世界电影这些年以来 太多的被资本和短期 商业利益所裹挟之后 正确的景别越来越少见了 所以大部分观众 都变得没见识 这个巨物 那说起来星球大战 最早的那个 很经典的那个长镜头 就拉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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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个飞车那么大 然后后来还发现更大的 明白 就是在这块可能 刚才说物质现实复原 就是可能还有一个 从根基上 就是这个小说 应该是所有的 不管这是软硬 这个科幻之分 它是 它把这个世界勾画的是最详细的 想的方便便便最多的 之所以咱们今天有这么多 关于设定的问题 其实你看 如果你看过原著 你基本上能回应个七七八八 但有些对原著可能理解的 也不充分 那得看后面几本 它才会把一些钩子 铺牌的到后面才给你 它也在自己打 给自己打补丁 因为它这个小说 最开始连载 它最后发单行本 它也是要不停的反复修改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 它还是超级压缩的 这里面不是保罗 不是睡过去了吗 对吧 其实小说里面睡了三星期 这里面就两分钟的戏 然后还用什么 还有什么眼泪 其实小说里面没说他眼泪 小说里面就是拿水 给他抹了一下 他就醒过来了 他那段好像导演拍的 就是已经开始表演了 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表达 就是假 要不然见你醒了 给他一大嘴巴呢 你现在在利用我表演 就是主 小说是真的 小说是真的 对对对 他的新陈代谢 已经微乎其微 跟他妈妈说的 那个是一样的 《沙丘2》里面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 就是这个女孩 她始终是对 就是主和英雄 这个东西 她不是说 不是说她怀疑 她是不是 而是她不要这件事 你就不能干 对吧 对 她不是说 她觉得这个男的 到底是不是 而是她就觉得 这个事情就不应该存在 就不应该有所谓的救世主 然后他们也 不要指望着一个英雄 然后那她爱的人 在那开始这样 肯定 她就怒了 对 还利用她 还利用了她 哎 天哪 对 这个 差不多了 咱们 给这位 来 我们那个 你过来拿着话筒 我们先抽个奖 这个先把那个 五套纪念品 我就先抽了吧 来 你来 你来拿话筒 我已经发出去了 好 我们 手真快 然后恭喜刘大卓 文若 苏 刺儿刺儿 Catherine 还有进击的美男子 get 然后就在这 一会儿凭着这个 中奖的这个 手机 手机画面 然后跟我来这领就行了 好 来 这个男生请讲 就是我首先想分享一个感受 就是我这是二刷 然后我昨天 看的是imax 然后我就觉得 看下来就是感觉 沙修是特别奢侈的电影 他还挑影院 就是我感觉这个 确实没有我第一次看 那么震撼 我昨天看的时候 就是看imax 就是中间有无处次发出 卧槽 就是这种感受 包括第一个 像杨岛说 那个第一个镜头 就是那个哈克男人 他们像苍蝇一样 就是爬上那个山顶的时候 就第一次在影院看的时候 包括那个飞行载具 就是他们那个护航的 一个小飞机吧 从一个就是屏幕的中间 到左上方的时候 就是感觉特别的震撼 然后包括 我感觉 我分享今天的感受 就是我感觉 这里面有涉及到一些 就晚上夜晚的那种戏的时候 就不会有在imax 影院看那么清晰 然后包括整个生效 包括那个就贝尼 什么什么姐妹会 他们那个配乐 的那个配乐 就是有种感觉 他就是在你耳边一语 所以我就感觉 他很 他还是很奢侈 就是他特别挑影院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特别想问一下 杨超导演 就是我感觉 就是我连刷两遍觉得 唯一就是比较不满意的 就是最后那一场 两个人的决斗 就感觉太阻操了 为什么会这么这么样去解决 然后我今天感觉想到一个答案 就是就是假如这没有天查的粉丝 就是会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我觉得会不会是演员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部 他有一个镜头 就是他们在大战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田 就是在那个很多人 就是那是什么星球大战 还是怎么样 然后有一个田查把那个面罩摘下来 然后面对镜头 然后第二部发现这个镜头没有了 他变成了赞拿亚 就是赞拿亚在终极大战的时候 他有一个就是回回声望的 就是拼斗那么一个镜头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 就是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对于这样的大制作 比如说演员他包括田查 他可能没有没有能力完成 那么复杂的动作表演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限制到导演 就是说那最后这场戏 我们设置的简单一点 还是说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就有这么一个小小的 不会是田查个人的能力限制的 应该是因为投资到了这个程度之后 纸片人还有资本 他们会通盘考虑全球的观众的接受度 他们要找一个共识 所以就不敢在这个事情上冒险 我刚才说的那个可能性 他们是不敢做的 因为那个太凶残了 批记十三的电影 对 别忘了 对我那个就变成就就十六了 二级 有可能 所以这其实是偏方的选择 如果导演敢这么做 田查肯定是乐此不疲的 我觉得他肯定愿意 因为这个他自己的人物的塑造 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田查实际上 我就感觉在整个这一二级里边 是显得有点太漂亮了 就是你会觉得他有点柔弱 他也太瘦了 其实这个人物在 尤其是在喝了生命之水之后 在黑化之后 哈克南化之后 他其实可以稍微猙獰一点 就是有带一个湖光 对这个人物是更好的 我认为这其实也是 前后变化还不够大 对 这个非常不够大 因为原书小说他十五岁 他是个小孩 你知道吧 就在这本故事里面 他打仗 他女儿你看都 不是不是 对 生下来都四岁 等于就是说第一本故事横跨 叙事空间至少三四年吧 也就是说他到最后这个地方的时候 应该十九岁 因为他实际上是在弗雷曼赶死队里边 已经成长了一个战斗英雄 对对对 就这种对人的 对一个俊美少年的脸 带来的这种雕刻 我们没有看出来 因为他只是稍微的把脸画的 那个黑了一点而已 这是完全不够的 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刚才开玩笑说 为什么这沙虫是他们的这个这个星球的高铁 对吧 我最后看那个镜头 我说无数个高铁 哗就杀过去了 然后这都是高铁驾驶员的一个故事 然后呢 因为他弄这沙虫那书里面写了 他不是一个人 他就这么勾一下就完事了 但这个 他跟我们这个 我是不是克里伯环球翻船赛 我作为一个翻船 环球长行的水手 他其实跟驾驶翻船很像 他其实那挂钩 就是个掌舵的skipper 经常他是一个舵手 你要操作一个翻船 换翻 降翻 我们都是crew 十几个人在甲板上 前中左copy子里面 忙活着呢 书里面写的说 我当时看这第一次的时候 我想他要左转舵 那马拿鞭子 啪啪一弄这马就过去了 你这沙虫怎么转弯呀 你还给他调度 其实原书呢 他指的在不同的位置上 拿不同的钩子 刺激他不同的位置 大家一个协作 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通讯关系 我们在船上 船上的通讯 我们那是70英尺的大帆船 23米 基本上船上通讯只能靠后 船长在后 啪啪各种喊 声架 什么 什么Going the left 什么就是左转右转 Starboard什么右转 然后我们就听不见 就得靠传话 这一天就传过来 然后我们大家集体协作 完成一个操作 一个操作经常要半个小时 如果要换翻的话 可能40多分钟 因为风巨大 那个就很难很难操作 所以这些里面 电影完全忽略这些细节 小说里面都没那么具体 这部分缺失太可惜了 因为我看的时候 我特想看到 沙虫停下来 停下来 我就我奇怪 这么多人上船怎么上的 难道都是跳上去的吗 而且还有商务座 那个圣母 对啊 把圣母扔上去吗 圣母就摔死了 对 商务座 所以它一定是停下来了 那我们特想看到 你看我们看全游的时候 龙妈最后把龙停下来 我们觉得特别爽 对啊 我们这个绝对 如果它拍出来的话 观众肯定特开心 对 就是到底这个沙虫 它有没有智能 然后它大小又不同的称谓 就这书里面你看吧 它有的时候就糊弄过去 你可能觉得还理解了 但一旦翻译成视觉化 导演你看满脑子全是细节 但其实观众最想看的 对 它就它怎么上去 那个这么大一直径的玩意 它跳到那上 可以想象 应该是几十个钩子勾着它 对对对 才能真正的操作 所以我一看 我脑子里面就是 这就是翻船操作 当年就是 因为我曾经发过一个场景的 我的朋友看了我那场景 我做纪录片 天哪 都是个巨可怕的机械物 因为完全靠人力 脚盘 疯狂地转 我说这一定要配合好 我觉得操作的沙虫 就是一个集体配合 才有可能 花头花头 香料不是宇宙工会需要用的 一个就是在导航中 非常需要的吗 那个是不是他们 那个Ferman 他们是通过服用香料 可以跟那个沙虫 在驰上链接 链接不了 链接不了 就是愣上 那他们怎么指挥沙虫呀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 为什么那三个一起并进 然后一起冲向皇帝 对 对就是 书里面都没说 书里面没有 书里面就刚才我说的 它是要靠大家协同配合 很多个钩子 然后起码似的 当然得好多人一块超过 那他们服用那个香料 他们能够得到的功能是什么 没什么 就是空气里都是 眼睛很蓝 是什么 对 不是吗 不用戴美瞳了 反正是 我怎么记得他们是说 他们通过服用香料 可以就是控制别人的意识 没有 是那个谁 那个那个兽母们可以 不是 是说他们的 就是他们那个沙虫人 为什么能够驾驭杀虫 是因为他们会跟他 做一个意识的链接 但是是因为他们服用香料 应该 应该 应该没有 这因为 在目前这个设计里面 为什么说弗里曼人 最后他能够 怎么去 去屠杀那么多人 就是他就是战斗力最强 而且为什么说 这个田查 他这么能打 最后用于这种 战斗职 他杀的那个人 他们俩都是经过 那个右手 搁到那个盒子里面 高姆刺 没有刺死他们 他们就 他们可以忍受 极强的疼痛 并且他们有各种 超强能力 你像田查 在第一集的结尾 不就杀死了詹米 詹米是个很强烈的 很厉害的一个 当地的武士 他都直接把他干掉 而是他第一次杀人 他里面很多书里面的描写 他就是个超级的 战斗的专家和天才 所以说只能说 弗里曼 这个人群 就是很能打 然后能驾驭 打虫子 这个弗里曼 英文是freeman吗 自由人的意思吗 不是 FRE 没有第二个E 不是FRE 是他用谐音 但是他不只是没有FRE 他用FRE 这个确实挺讽刺的 就是自由人最后反而接受了一个大宗教 然后各个家族反而没有接受大宗教 这是蛮讽刺的一个事 好吧 这个怎么样 还有朋友吗 差不多了 咱们还有吗 想想到什么 你是不是要 来 我突然懵了 就想一下就是 之前就是 因为我之前就是特意看了 补伊丽丝那些《沙丘1》 然后看了一下《沙丘2》 然后看了有印象是那个 已经杀手的一个 就是对那个Vigno 那个导演 就是之前 我跟那个杨超导演 我跟那个杨超导演 那个一开始 就是看完这电影的观感 是相当于一模一样 但是就是 我就有点怀疑 因为我之前 就是对《维拉妞丝导演》 不是太熟悉 但后来补了几部电影 包括那个《焦主之城》 我是感觉他的那个 他自己的那个 那个野心嘛 不仅是 就是屈从于那个商业片 或者资本 我是感觉他有很多表达 在《沙丘2》里面 不是像《沙丘1》 因为《沙丘1》 相当于是对《沙丘2》的铺垫 他《沙丘2》有很多表达 就包括宗教了 人类社会未来 还有说土地跟人的关系这种 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散了 就在我来说有点散了 虽然说最后 他打到那个点 就是舍弃那个神性的东西 来追随人 自己自由的那个意识 就是最后那个女主角 这点我是同意的 但是我还是说 他主体来说两个小时四十六分钟 他之前有很大一部分 我是感觉是有点出神的 就对我来说 我是感觉他有对自己美学 就是天赋方面 他有对自己那个美的极致的 有艺术家的那种敏锐性 就是创造世界观 尤其是对比如说杀秋 这个杀的世界里面 他有自己独到的 有种天赋型 但是我还是感觉 比如电影的话 剧本来说还是 我是感觉更倾向于 就比如说 之前我一样比较深的 例如是李桑中导演 那个绿洲 我就感觉他不会用这种 多商业多资本的形式 来对这个电影世界 有很多塑造 这种机关性的表现 但他那种情感的冲击力 对整个人物 那两个主人公的那个 一年 一年的情感带入 就是情感世界的描摹心理 我感觉像 人走了一辈子的一样 所以说就是 我还是想那对 比较喜欢杨超导演 就是想 就是我之前看您 那个长江图那个电影 就是您是对技术流 我知道您是 比较喜欢技术流 也是个技术流的导演 但是我知道 就是看长江图 您对心理建设 心理动机方面 我是感觉是很 很优秀的吧 就是我感觉 就《维莱娇》 对导演这个《沙丘2》 有很多东西 对写实性方面 有失控的方面 我还想请教一下您 就是电影这个现实性的 或者说表达方面 干扰性或者说取材性 你都已经说得很好了 他就是被这个 就是导演被这种 更多外部事物 给牵涉的经历了 因为这个投资太大 他这个就是 就社会行动来说 这是一个太大规模的 社会行动 就导演 因为导演的经历 完全有限 他没法聚焦在 关键的地方上 就是导致这个结果 不是他的水平不够 其实我刚才说 我对A故事不满意 但是我在听你说的时候 我也在回想这个感受 因为有这么辉煌的 视觉呈现 A故事就算不强 在文本上 在戏剧上不强 其实也过得去 我们眼睛是满足的 对吧 那个情绪是推得很稳的 其实更可惜的是 B故事 我特想看到 这个王子在结尾的时候 失去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那个契尼和他妈妈 这两个实际上 契尼算是勉强做到了 实际上契尼做到 是救了这个电影的B故事 如果这个做不到 实际上他就完全空掉了 那他妈妈那个没做到 就显得这个事就 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王子在结尾的时候 内心这种孤独感 他最在乎的 真正 他妈妈是跟他一块去 做计划的人 契尼是坚决不肯承认 他 他不是人的人 永远把他当作一个 平等的个体对待的 唯一的一个人 这个特别重要 如果我们 如果他能把这两个 B故事写好 我觉得这就是 你期待那个东西 我觉得导演是有能力做到的 再给他机会就好了 好 这个我们实际上已经到了 然后最后咱们剪断一两句话 金花和白玉 然后怎么样 今天听了大家这么多的互动 什么感觉 这种 以第一次来 还行吗 这种活动 好玩吗 我参加过很多电影的 叫讨论会 然后我第一次发现 就是 乖尔迪的 这个电影会 它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官方 就是非常的自在 我觉得很熟 可以随时玩手机 没事 是大家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大家都在可以随时聊剧情 然后聊那个原著小说 然后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漏洞 我觉得这种讨论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趣 而不是说导演要怎么拍 都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 咱们不互相灌输 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 大家谈一谈剧情的问题 远处的问题 特别有意思 当然 平时我们的工作习惯 可能会 我们会说到一个 特别跟电影没关系的事上了 但是我现在今天感觉 我们在聊电影的时候 还是在聊电影 还是很开心 谢谢 金花 挺好的 挺好的 那个我参加过几回了 觉得这种形式 确实挺有意思 主要是后半程 其实听大家聊 然后一块去聊天探讨 这个是 我们平时做节目没有的 我们平时做节目 就是我们自己说 然后这种交流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其实我们能一直会去 推广一些科幻相关的内容 我觉得现在大家 能坐在这块来 真的去聊我们 去统治宇宙的时候 到底是分封制 还是共和制 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是我现在 最感动的地方 对 真的是 刚才都聊到哪了 作为一个 我去推广科幻的人 我觉得这是我愿意看到的 大家真的在聊 这个科幻里边的很多内容 去想象我们人类未来会什么样 这个是很厉害 我的脑补虽然不是个电影 3月21号 对吧 Netflix的三体要上映了 第一季 那肯定是全网大讨论 好吧 我就不展开了 好 最后我刚才偷偷的发了一个奖 所以那三位中奖人 关于门票 就加我小窗 如果17号你要来 就跟我说 我们现在最后的两套书 好吧 再发两个红包 对 打错了 是不是十个 两个 然后呢 这是书 好 我们看看中奖人是谁 我们要恭喜他 特别是 这个活动就来值了 这套书就 我在当当买 买是197块钱 那么一套 这是明码标 明码标 恭喜 Katherine 然后给企鹅织毛衣 哪两位来看一下 幸运者是谁 这是K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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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企鹅织毛衣 是吧 好 那上来领个奖吧 让大家嫉妒你们一下 拍个照 跟我们一起合合影吧 跟四个嘉宾一起合合影 来两位 这个 因为好大一本 这本是2006年 18年前的第一版 第一版的第一次印刷 长这样 好吧 这个现在买 这买不着 来 两位 要不咱 谁拿我手机 这个男生就能拍 找个女人拍照 男生拍照能力有怀疑 我很怀疑 因为我就不太想 来 您在 您的中间两位 这本不给你 那我也做这 没关系 就把他拍进去 那大家也都 反正发发社交媒体 然后可能就是 关于外星码 关于外星码都可以 然后我们的播客 3月17号 拍完了 3月17号的 扫这个小程序二维码 如果觉得我们这种讨论 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报名 关于外星码 这样的线下活动 就是播客加电影 看一场电影 坐下来 我们应候现场 这也是一个播客的录制 今天的内容 应该今天晚上晚点 大家应该在 关于外星码的专辑 就能够听到 今天的实况了 好 再次感谢 三位我的老朋友 好朋友嘉宾 谢谢杨超导演 谢谢菊白玉 谢谢金花 我们下次活动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你 嗯 嗯